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 17岁高中女生第一次染头发 被父亲责骂而离家出走 跑去投靠18岁黄姓南网友 虽然黄南全家四口在家 还是在房间内被强制性亲五次得逞 女生说出每次被性亲不敢喊出声的心态 四次都在担心受怕 台中地院一强制性亲叛黄南两年 缓刑五年 附带义务务二百小时 完成法治教育五场 台中地院判决书指出 黄南2017年9月在脸书户家 好友与被派少女认识 进而成为男女朋友 同年11月7日晚间 少女染头发回家 被父亲看见大骂 她粉儿离家出走投靠黄南 至同年月14日晚上 被性亲五次 青涩少女因气愤而离家 却遭到男友这般对待 最后主动告知父亲 由家人陪同提告 少女说 因染头发跟爸爸吵架 就跑去住被告家 被告父母都不知她来住 第一次性亲她家 还有她妹妹 爸爸 妈妈 被告叫她不要发出声音 她不敢发出声音 顾虑到离家出走到她家寄住 姐她跟家人一起住 半夜了她吵到她的家人 即使不愿意跟她发生性行为 还是没有大声呼救 姐她家那里都没有路灯 出去也很黑 她也不敢出门 又怕爸爸知道跑去别人家住 第二次性亲没有呼救 记得是她邻居在他们家 毕竟离家出走 如果呼救邻居会觉得很怪 就算了不要呼救 也不知道怎么回家 虽前两次被告都是不尊重我 违反意愿强行发生性行为 因她还是男朋友 所以我还是让被告接我放学 并跟被告回她家 第三次还是在她家 怕被别人发现 也没呼救 第五次没有呼救 因为被告都说不要叫 她担心爸爸会知道 跟被告发生这样的事 爸爸会责怪我 就叫不出来了 这五次都是被告 是违反她的意愿 但因是自己跑去她家 所以不敢在她家乱跑等 法官考量两人还是男女朋友 判处黄男两年 缓刑五年 附带义务务二百小时 完成法治教育五场 好 谢谢大家